11月11号马上就到了 这一天也被网友们称之为是光棍节 在男女比利失衡的时代 本来圣男的压力就不小了 还来个光棍节刺激他们 这让那些上了这个黄金圣斗士级别的圣男们情何以堪呢 而就在光棍节前夕呢 有网站就推出了免费送网友去越南找新娘的这样一个活动 虽然说只有一个名额 那报名的人数却已经是突破了一万了 您还别说网站的活动宣传词是够让人心动的 为什么要去越南相亲呢 原因是国内的子偶形势非常严峻 加上越南姑娘温柔贤惠 而且娶越南新娘花费少 程序也简单 您瞧这还没到光棍节呢 就有一万六千多位网友参与了团购越南新娘的活动 记者电话咨询 网站客服说活动是免费报名的 最后抽出一个中奖者 要娶回越南新娘才能够报销往返路费 网站的活动更像是为了赚噱 不过团购越南新娘在淘宝和Q群里的确有不少市场 记者通过淘宝商铺联系上了一家婚姻中介 店主说他成功的为数百名单身男士介绍了越南姑娘走进婚姻殿堂 只要办好护照签证 开了单身证明就可以到越南去选老婆了 店主说他们一般会介绍越南乡下的姑娘 他们勤劳听话 而且娶越南老婆成本低 他们大多对房子车子没有要求 的确低成本是越南新娘有市场需求的一个因素 很多的未婚男士感叹在国内要把老婆娶回家成本是挺高的 一套房子起码要稍微有一百坪呢 起码要八十来万是不是 八十来万你结个婚看你娶哪个地方的女孩子 我们本地的话就是一些榨庄啊 稍少要几万块钱是吧 让人装修可能一百二一百三十万这样子 才可以持到一个好点的好婆 小吴有个谈了三年的女朋友 但是她说按照自己的工资收入 未来五年不敢谈婚论嫁 靠父母在边啊是不是 绝对自己是绝对撑不起来的 城市娶老婆如此在农村也不轻松 小琴说她老家是来宾的农村的 没有十来万积蓄 结婚非常吃力 大家都吐槽结婚成本高 不过说到去团购越南新娘 很多年轻人都认为不靠谱 觉得不实在 因为我觉得自己经过自己努力 找了女朋友比较也好一点 有怎么说呢 就是没有感情在是吧 对对对 没有真爱在 对 我现在可能是现在比较年轻 那个想法比较多一点 要是老的话可能也会有这种想法规定 小张说她理解年纪大的胜男 家里父母催促身边朋友也都有了家 加上经济压力 说不定团购越南新娘也是一种途径 不过也有人担心是骗局 记者了解到 真是找到了合适的越南姑娘 只要双方符合涉外婚姻所需的条件 是可以进行登记结婚的 但是国务院办公厅在1994年发布的 关于加强涉外婚姻介绍管理的通知中 明确规定 严禁成立涉外婚姻介绍机构 所以所谓的越南新娘中介并不合法 一旦交付中介费后产生了纠纷 要维权就很困难了 11月11号马上就到了 这一天也被网友们称之为是光棍节 在男女比利失衡的时代 本来圣男的压力就不小了 还来个光棍节刺激他们 这让那些上了这个黄金圣斗士级别的圣男们 情何以堪呢 而就在光棍节前夕呢 有网站就推出了免费送网友去越南 找新娘的这样一个活动 虽然说只有一个名额 那报名的人数却已经是突破了1万了 你还别说网站的活动宣传词是够让人心动的 为什么要去越南相亲呢 原因是国内的择偶形势非常严峻 加上越南姑娘温柔贤惠 而且取越南新淘宝商铺联系上了一家婚姻中介 店主说他成功的为数百名单身男士 介绍了越南姑娘走进婚姻殿堂 只要办好护照签证 开了单身证明就可以到越南去选老婆了 因为你的店里看了 你说满意的 那就不用提醒 店主说他们一般会介绍越南乡下的姑娘 他们勤劳听话 而且娶越南老婆成本低 他们大多对房子车子没有要求 的确低成本是越南新娘有市场需求的一个因素 很多的未婚男士感叹 在国内要把老婆娶回家成本是挺高的 一套房子起码要稍微有100平的 起码要80来万是不是 80来万你结个婚看你娶哪个地方的女孩子 我们本地的话就是一些榨庄啊 稍少要几万块钱是吧 让人装修可能一百二一百三十万这样子才可以持到一个好好脸的老婆 小吴有个谈了三年的女朋友 但是她说按照自己的工资收入 未来五年不敢谈婚论嫁 靠父母这边啊是不是 绝对自己是绝对撑不起来的 城市娶老婆如此在农阳花费少 程序也简单 您瞧这还没到光棍节呢 就有16000多位网友参与了团购越南新娘的活动 记者电话咨询 网站客服说活动是免费报名的 最后抽出一个中奖者 要取回越南新娘才能够报销往返路费 网站的活动更像是为了赚噱头 不过团购越南新娘在淘宝和Q群里的确有不少市场 记者通过腾村也不轻松 小琴说她老家是来宾的农村的 没有十来万积蓄 结婚非常吃力 大家都吐槽结婚成本高 不过说到去团购越南新娘 很多年轻人都认为不靠谱 觉得不实在 因为我觉得经过自己努力找了女朋友比较好